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在教会当中里面我们比较常听到教会有牧师的这个概念 但是在新约里面反而这个牧师是比较少用的 比较多用的那个字本身是什么呢 就是长老这个部分 唯有这个以弗所述第四章的第十一节提到 牧师是教会的职份 那这里以弗所述四章的第十一节我想大家都了解 这边就是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这里提到有牧师和教师 那么这里其实在以弗所述四章的第十一节 比较好的一个了解就是牧师教师 那这里其实不是 其实应该在原文里面不是两个职份 一个职份 所以牧师跟教导是连在一起的 一个牧师应当可以做教导的部分 如同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说一个长老本身 他也应该需要教导 他应当会教导 如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第二节 提到好像是一个长老应当要做的 在听摩太前书三章的第二节就说 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有节制、治守、端正、乐意接待人 善于教导 一个监督要善于教导 那这里看到在和尔本里面 在这里的听摩太前书的三章二节 把它了解成为是监督 在新约里面监督就是长老 长老就是监督 那么是交换的使用 那么意思是一样的 那包括这个牧师也是 所以牧师、长老、监督 看到说他们是都在讲同一个职份 所以都是在讲教会的那一个领导者 那位治理者 好,这里跟大家谈到说 那个 这个 关于牧师的这个职份 同时这个牧师这个名词本身 其实在西约的里面 没有用在 用在 其他地方用在 关于这个教会的职份当中 但是 有出现的就是那个 动词的部分 那个牧养 动词的部分 有出现在 《使徒行传》的二十章 这边的第二十八节 那这里 路加就告诉我们说 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学所买来的 牧养神的教会 所以这里提到那个牧养神的教会 这里那个牧养的那个行动 是提到这个监督 这个长老他需要做 他用牧养 这个神的教会 所以因此那么 这个这里很明显的 明显的提到就是 关于这个 那个 那个 动词的这个概念 那么 有关的那个动词概念 出现在这个 这个经文的这个当中 所以当时候其实保罗在那里 教导 教导 指导 这些以辅所的 这个 这个长老们 他们 必须要像 像牧者一样 他们要牧养 神的这个教会 那么这里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经文 就是彼得前书的第五章 这边的第二节 和这边的第四节 这边就说 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勤养 牧养的概念 按着神的旨意照管 他们不是出于勉强 乃是出于甘心 也不是因为贪财 乃是出于乐意 同样的 到了这边的第五章 第四节又提到说 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 他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 荣耀的冠冕 所以明显彼得这里 明显的 如同保罗 这里彼得也看待 这些的长老们 他们的工作 就是牧养神的教会 如同我们刚才 早一点所提到的 那个使徒行传二十章的二十八节的 那一个教导 那么除了这个牧师之外 我们看到说 有提到这个长老 然后刚才也提到这个监督的 这个部分 那么监督本身可以说是 另外一个称呼 称呼 称呼这个长老的 那这里我们就来理解一下 像 金传的第二十章 这边的第十七节 就是说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 往以夫所去 就请教会的长老来 保罗就请教会的长老来 OK 那么这些长老们看到说 也就是那个像监督一样的 来领导这个教会 那么同样的在这边的 新约的 这里的二十章的二十八节 就是 使徒行传的二十章的二十八节 圣灵里面做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学所买来的 所以前面的十七节我们读到 那个长老来 到了二十八节 这边提到说 很明显的全群的监督 所以监督跟长老 这个用词是交换的用 那么监督就是长老 长老就是监督 那长老另外一个称呼 就是称为监督的部分 那当然现在一般在我们教会的 用词当中里面 比较少称教会的长老为监督 监督是有很少就会做这个事情 那么在监督的用法里面 很多时候在一个中派里面 把监督会说成是那个中派 所选立出来那个中派的 那个监督他们的一个bishop 他们一个监督 他们的可以说是那个 那个这个中派的那个领导者 被称为是监督 好那么除了这个经文之外 我们还需要跟大家参阅的就是 提摩泰前书的第三章 这边的第一节到第二节 这边就说保罗写信给提摩泰 提摩泰是在以复所那边的这个教会 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了这个长老 大家看一下提摩泰前书三章一到二节 所以提摩泰前书三章一到二节 保罗写信给提摩泰 在以复所的提摩泰看到说 在那边已经拥有了长老 拥有这个监督 好那么这个是一个例子 那么同样的也跟大家来理解 其他有关的这个例子 那我们这个时候来看 提摩泰前书的第五章 这边的第十七节 第五章的十七节提到说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 当以配受加倍的敬奉 那劳苦传道教导的人更当如此 那这里提摩泰前书五章十七节 提到这里提到那个长老 OK那么前面提到是监督 这边提到长老 所以明显我要凸显监督 跟长老的这个用词交换的来使用 再来看这边的提摩泰前书三章的第一节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份 就是羡慕善公 这话是可信的 那看这边的第四节到第五节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家 也能造管神的教会呢 所以这里提到这个交换的这个使用 长老跟监督的部分 那还有别的例子像提多书的这个 例子也出现在这个教导当中的里面 那么像提多书的一章五节 还有六节跟七节 同时出现有监督有这个长老的部分 那来到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也说 这里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 和提摩泰写信给繁住腓立比 那么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 和诸位监督 这个叫监督 诸位执事 这里看到说那监督也就是长老的意思 所以那个这里跟大家凸显 就是长老跟监督的用词本身 在新约的篇幅当中里面 是交换的来使用 那这个是跟大家理解 关于这个什么 这样的 新约对这个监督跟长老的这个交道 那么接着我们跟大家理解 就是更进一步的 教会有这个长老有监督 有牧师 那么到底这个监督长老牧师的工作是什么 他的功能是什么 他教会里面要做什么 那在新约里面看到说 其实这方面的教导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一位长老一个监督又牧师 应当要治理神的家 治理教会 如同提摩泰前书五章十七节所说的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 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 那劳苦传道教导的人更当如此 这里提到说有管理教会 长老的责任 监督的责任 牧师的责任是管理 这个神的家管理教会 那么在提摩泰前书三章四到五节 又出现这样的教导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家 也能照管神的教会 所以他要照管这个教会 他管理这个教会 这个是长老监督跟牧师的责任 那么也在这边同样的被强化的是 来自于彼得前书五章二到五节的 那个教导是一致性的 跟保罗在天文太前书的教导 是一致的 保罗跟彼得所教导的是一致的 关于这个所谓的这个长老的治理 这边的彼得前书的五章的教导说 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 神的群养按着神指以照管他们 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 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 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 乃是做群养的榜样 到了牧章显现的时候 你们彼得那永不衰产的荣耀的冠冕 再看这边的第五节又说 你们年幼的要顺服连长的 就是那他们 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 彼此顺服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比如前书五章二到五节 这边所说的 其实这些 这些特别第五节所说的 连有了顺服连长的 所以那些长老 可以长老 所以这个是明显的新约的那个教导 教导 提到这个所谓的长老的工作 那么再看另外一首经文就是 西伯来书十三章的第七节说 从前引导你们传到 传神之道给你们的 你们要想念他们 笑话他们的信心 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那么他们是传神之道的 所以这里 虽然在西伯来书里面 没有明显的提到这个长老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 他教里面有这个 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者 他是在那里 要领导教会 我们要对他们尊重 尊重 要想念他们 笑话他们的信心 好 这个西伯来书的这个教导 所以教会的那个长老监督 或者牧师他主要的一个工作 声音上屡次的提到 如同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本身 很清楚的这个工作 就是教会的长老 应该来治理这个教会 很可惜现在有些 教会的长老不治理 那么不治理 那么很多时候他们也没有按照 声音上的这个托付 在做治理的这个动作 可能他 这个 在教会当中里面 他 他愿意服事 但他很多时候没有扮演 他应该要扮演 那个治理的这个职责 同样的看到说 不但长老这个监督 或者牧师要治理 同时另外一个功能 另外一个工作本身就是教导 非常重要的 长老牧师要教导 教导 像以夫所书第四章的第十一节所说的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牧师就是要教导 这里提到牧师跟教师是同一件事情 也刚才我们也提过的经文 像提摩太前书三章的第二节 提到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有节制 治守端正 乐意接待 远人 善于教导 所以再一次看到说教导的重要性 非常可惜再一次强调 我看到有些教会本身的长老们不做教导 他们没有这个教导 也不好好的教导 那么也没看到这个教导的这样的一个权柄 这样的职责 那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 也有提到这个教导的重要性 提前五章十七节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导 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 那劳苦传道教导 传道教导人更当如此 所以这里提到他们的另外一个工作 工人就是教导的工作和工人在当中 所以这里提到两大长老监督牧师的这个责任 一个是治理 一个是教导 教导 好 那么谈完这个之后 我们就必须要进一步来谈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长老监督的资格 他的资格是什么 那么我们前面提到使徒的资格 那么这里也需要来了解长老的资格是什么 那这里其实非常的实在 为什么实在呢 因为今天我们在欧教里面也有长老 也有监督也有牧师 那么他们的资格是什么 我们必须要从神的话里面来理解 他们的资格是什么 很多说我们的资格是受世俗的社会的这个理解 来选立长老 那么但是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 按圣经所给我们的教导来看这个长老 这个监督或者牧师的资格 那么在这边看到说 其实在身上留下了好几个经文本身 提到他们的这个资格 这资格本身很多说 其实比较是谈谈那个长老 那个监督的生命的特质 他们的特质 他们的德行 德行 那么比较是在讲他们的生命特质 不是他们的财富 他们的在这个社会的地位 往往现在很多说 我们选立长老是因为他的财富 他的社会地位 但是身上本身比较是重视这个人 这个为人 那么他的生命特质是比较重要的 那这个经文本身我们稍微来理解下 这里所提到的那个资格的部分 提前三章这边的二到七节 第二节这边就说 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有节制 自首端正 乐意接待远能 善于教导 那么这边是 这边的第四节 那么再看一下这边的经文 这边说 不应世久 不应久世事 不打人 只要温和 不增进 不贪财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使儿女 这个凡事端庄顺服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那么 这又提到说 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 恐怕他至高至大 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 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 恐怕被人毁谤 或在魔鬼的网罗里 OK 这里提到的就是 在提摩来前书里面所提到的 长老的资格 长老的职份 这样的一个要求 同时也出现在提多书的这个部分 特别是提多书第一章 第六节到第六节 一列出这些的资格 那我再读一下 提多书一章六到九节 第六节说 若有无可指责的人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而你也是信主的 没有人告诉他们是放荡不服 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 即是神的管家 必须无可指责 不任性 不暴躁 不因酒事事 不打人 不贪无益之财 乐意接待远能好散 端庄公平圣洁 致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 就能将纯正的教训 劝化人 又能把真辩的人拨倒了 就提到在提多书的那个版本 提到这个这个长老的这个职份 所以啊 这里很明显的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引 今天我们在选立长老的时候 这里这个列丹本身是非常有帮助的 他不是因他在事业上成功 ok 那么在事业上被这个社会 社会这个什么当作卓越 我们就觉得说应该选立他为长老 不是要 还是要按照声音上的这个要求来 选立这个长老 ok 那么特别就是啊 长老们应该成为群羊的榜样 榜样 那实际上一再提到这个做榜样的重要性 榜样的重要性 像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 这边的第一节 提到说保罗说 你们该笑话我 像我笑话基督一样 就是那个榜样的这个部分 同样的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第十二节 提到说做使徒的榜样 做信徒的榜样 榜样 所以长老们应该做榜样 还有提多书的第二章的第七节 凡是要显出善行的榜样 这都是提到很重要的 这个长老的资格 他应该在信徒当中 教育当中是有榜样的 所以这个是跟大家理解 声音上多次多方的这个提到 这样的一个教导 达到长老的这个资格 那么谈完这个长老的这个资格之后 我们必须要跟大家进一步的来了解 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这边的第二十二节 就是设立选立长老的时候 所需要注意的这个地方 这个经文这样说 给人按手的理不可急促 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 按这个理的时候 按手里的不可急促 所以那个什么 看到说按手 在设立这个 在设立这个长老的时候 按手动作是合一的 OK 那么 这是可以这样做的动作 那么 这个是 在 这里 特别是提摩太前书五章 第二十二节所说的时候 那个救主的案例的时候 按手的这个动作 是合一的 那么 这个是声音上 所给我们的这个教导 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二节 同样的在 那个 新约的这个 使徒书第六章的 第六节 提到说 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 使徒祷告了 就按手在他们头上 这里提到是 关于那个案例 这个所谓的 这个执事的时候 也有按手的方式 在他们头上 所以同样的 按手在 长老们身上 也是合一的 也包括这边的 使徒书章的 第十三章的第三节说 于是 静时祷告 按手在他们头上 就打发他们去 我这要强调 在这个 所谓的这个 就职上 这个按手的动作 是 合一的 按手在他们身上 在他们头上 是合一的 是合乎圣经的 神医上有这些 明显的 例子 那么也包括 像提摩太前书的 第四章的十四节说 你不要亲夫所得的恩赐 就是从前借着 预言在中长老 按手的时候 赐给你的 这个按手的动作 是合一的 那么 再看另外一处经文 本身就是提摩太前书 三章的第十节 那这里说 这等人 先要先受实验 若没有可责之处 然后叫他们做执事 所以这里提到说 做执事之前 要受实验 受实验 不但又按手是合一的 同时受实验 OK 把这些长老 这些执事分别出来 是合一的 OK 那么 所以教会本身 在设立这个长老的时候 我们看到说 不应当按照世界的这个 模式 世界模式本身 很多时候是看那个外表 如同我们看到说 在旧里面 那个扫罗的那个例子 那么在 撒末尔记上的 十六章的第七节 耶和华却对撒末尔说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 身材高大 我不拣选他 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所以这里有个原则 很重要 在选立这个长老的这个部分 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支经文 就是 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六节 说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 不凭着外貌 OK 认人了 那个虽然凭着外貌 认过基督 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所以不要用外貌的这个方式 来看这个长老 来选立长老 来看这个为人 他的这个内心 是重要的 那最后我们看到说 在选立的过程当中里面 其实包括禁食的要求 包括祷告禁食的要求 像路加福音六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说 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 整夜祷告神 到了天亮 叫他的门徒来 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 称他们为使徒 就耶稣在选立使徒的时候 在从门徒中间选出十二个的时候 他整夜祷告 所以在这里提到那个 这个公开就职的时候 有一些的 声音上的经文本身 帮助我们来看这个就职 一个是按手 一个是看到说 要实验 他们要先受实验 同时看到说 那个 祷告跟禁食 这个动作本身都应该可以包括 在这个选立的过程当中 让一个合适的人被选出来做教会的长老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先谈到这里 关于这个长老的这个部分 下一次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再进一步谈到另外一个职份 这是关于官夫所谓的执事的这个部分 好 谢谢大家